澳門足球代表隊下週出發到關島 出戰東亞杯外圍賽 爭取打入第二輪 第六屆東亞杯第一輪外圍賽 在星期一開始 一連八日在關島舉行 澳門會和關島、蒙古 以及北馬里亞納群島進行單循環 先是星期一踢第一場 對手是東道主關島 然後在兩天後迎戰北馬里亞納群島 最後一場會在下星期遠對蒙古 關島你對過兩次 兩次都是輸了給他的 只要我們輸了在體能和距離 起碼他們在關島自己當你打 信心就會有的 這次我們可能會用另一套打法去打 另外蒙古上一屆就沒有參加 這次又參加了 其實蒙古實力大家都不知道 它到底能力去到哪 只要我們每一場球都做到最好 希望能夠開出到線 這次代表隊陣容以年輕球員為主 其中包括今年在甲組足球員賽明星選舉 浪括三個獎項的 禮詞前鋒彭子康 信心都有的 希望都爭取到入球 對關島和網路 第一輪外圍賽的冠軍將會獲得 在11月展開的第二輪參賽資格 再進一步爭取打入明年在內地舉行的決賽週 神集記者 文教外報道